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车厢上的旅客沉溺于手机无法自拔 警局 调查 询问 追踪 警方寻线深挖 牵出幕后犯罪网络 什么样的软件让人沉溺于此 什么样的谜局让人无法自拔 不眠的旅客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8次列车 我那天直撑的是昆明到南通的K138次列车 我们车是下午6点50 从昆明18 快138次列车是运行于云南昆明和江苏南通之间的快速旅客列车 全程2783公里 运行时间40小时25分 2021年4月20日18点50分 快138次列车像往常一样从昆明站准时出发 随着火车缓缓驶离站台 城景流响也开始了例行的车厢巡视工作 我们一般是始发的时候悬试一遍 然后上下客人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悬试一些 会对这些旅客来回走动的 包括行为比较特殊的旅客 会都关注一关注 看一看车票 看一看身份证之类的 问问他们在做什么的 提醒提醒这些旅客 注意好自己的财物 车上的旅客有人在欣赏着窗外的景色 有人在开心地聊天 还有人在低头玩着手机 通过巡视全部车厢 刘翔对这趟列车上各位旅客的大致情况 做到了心中有数 眼见一切正常 刘翔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随着夜幕降临 刘翔再次起身 开始了夜间巡查的工作 因为他夜间应做旅客嘛 都容易睡觉对吧 然后睡觉的时候 我们就会特别注意一些 就是没有睡觉的旅客 防止可能会有一些爬蟹前科啊 或者什么的 都会特地留意一下这些不睡觉的 当刘翔巡视到五号车厢时 发现整个车厢的旅客都在打瞌睡 只有一个人在捧着手机玩游戏 他就坐在那座位上面 低着头在玩那个手机 然后看着近 旁边人都在睡觉 他在玩 也不吃不喝 因为他前面那个小桌板上面 没有水没有饭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感觉这个人 好像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 到了第二天上午 当刘翔再次巡视到五号车厢时 他特意去看了一眼这名旅客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这名旅客似乎一夜未睡 此时还在全神贯注地玩着手机 按道理讲 他这个人玩了一夜之后 白天就会困得不行就睡觉 他白天他也不睡 他也这样子 一名旅客如果在夜间没得到休息 那他在白天可能就会犯困 由此也会带来一些旅行安全上的隐患 出于职业的敏感 刘翔把这名旅客列为了重点关照的对象 到地下午的时候 在巡视一遍车厢的时候 发现他还在玩 这个时候我感觉他玩的东西可能会上瘾 这时刘翔还注意到 这名旅客面前的小桌上依然空空如也 这意味着 这名旅客不仅已经不眠不休地 玩了将近二十个小时手机 而且在此期间也不吃不喝 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 刘翔主动和他搭了话 你好 我来 这个手机这个游戏是什么 我玩麻将你来 这样啊 你这跟平常不太一样嘛 朋友介绍我玩的 大家一下玩玩吧 玩玩 玩玩 玩QQ麻将吗 他说不是 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我玩那个麻将 说里面反正挺好玩的他感觉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麻将游戏来钱吗 他说来钱啊 微信转账 微信收款 给我过来一下好吧 你拿着你的包 身份重大了吗 面对城景的问话 这名旅客有些闪烁其词 为了方便询问 刘翔让他离开座位 带到车厢的连接处 因为这个东西 他在人多的时候 他有好多东西他不愿意讲 我们在连接处旁边没有人说 会比较问出他的问题 这是南京人啊 这是南京人啊 都是微信你们家的是吧 然后这都是 比如说里面有这个是你朋友 旁边两个就是你微信的 里面的 你们平常都这么玩是吧 对 你一直然后转账是怎么转 刘翔注意到 这名旅客正在玩的 这款手机游戏 和其他正常的游戏 有所不同 他需要玩家 直接向游戏账户里 冲入现金作为赌注 你们这个APP 你们那个积分是怎么回事 分就是 就用手机让那个钱充的嘛 多少钱 他肯定没钱 这个一般就是 充了一百块钱 然后这个上面就能有个 九十块钱这个样 就九十块钱分 九十分吧 我问了他一下 他说他们这个转账呢 是要有赌注的 这个赌注它是按充钱算 他充一百呢 就有九十块钱的赌注 充两百就一百八 等于说那边有人在抽头 然后我感觉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一种网络赌博的一个软件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 赶紧跟我们单位汇报了一下 接到城景刘翔的汇报 南京铁路公安处城景支队 立即作出指示 要求刘翔控制住这名涉嫌参赌的旅客 并对案情做进一步的了解 有一个姓吴的一个人 他联系了我 让我充了一百块钱 然后在这个APP里面就会转化为 差不多有九十个积分走掉 九十个积分就九十块钱嘛 然后就这样 如果说赢了钱的话 就会通过红包的方式 然后发给我 但如果输了钱 把这九十个积分输完了 那就没了 然后还要再找这个 姓吴的这个人 再继续再充一百块钱 就这样 就在几个月前 南京铁路公安处 曾破获了一起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进行网络赌博的案件 案情与陈某描述的内容 高度相似 警方立即意识到 刘翔在列车上发现的 这款赌博软件 很可能就是上一集案件的 漏网之余 2020年年底呢 我们北战派出所 在接到了一个群众 张某某的举报 张某某称 他通过朋友的介绍 加入了一个叫 国粹爱好者的微信群 这个群内的成员呢 也通过了一款叫 摁腿子麻将的APP软件 进行南京麻将的 派举赌博 那么他在参与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中间 涉及的赌资比较大 自己也很慌张 所以找到我们警方 向我们进行举报 接警后 上海铁路公安局 南京公安处 南京北战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这款手机应用 果然存在着诸多违规之处 有组织网络赌博的重大嫌疑 我们立刻组织了 三十余名警力的专案组 对该案件进行侦破 历史了两个月 搞清楚了该犯罪团伙的 组织架构 及其成员 一个吴姆 一个赵姆 这两个人都是无业人员 于是他们在私底下 看中了这个摁腿子APP 进行麻将赌博 旗下招募了七名管理员 人数最高手达到一千二百名 2020年12月 该团伙多名成员 在警方的抓捕行动中落网 该案正式告破 仅仅过了几个月 类似的赌博软件 竟然又卷土重来 专案组认真研判了 刘翔发回的视频 认定出现在这名旅客手机上的 这款麻将游戏应用 与之前破获案件中的赌博应用 高度相似 我们这个南京铁路官处的 这个相关领导都十分的重视 组织了一个以刑侦 计侦 网安 情报 为主的这个专案组 来对于这个案件 进行权力侦获 立案侦查以后呢 我们又分了三个组 一个组呢 我们就是对这个俱乐部开始入手 第二组呢 我们就对这个俱乐部里面的 这些成员 就身份进行调查 第三组呢 我们就是主要是对这个俱乐部的 组织者进行一个侦查 根据之前的办案经验 这类组织网络赌博的团伙 往往层级分明 一般会分为 开设网络赌场的幕后组织者 负责资金转账的会计 各个赌博群中的管理者 及参赌人员等几个部分 目前 警方手中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 就是参赌的旅客陈某 所提供的 他和吴某之间的转账记录 专案组循着这条线索追查 很快便锁定了 嫌疑人吴某的真实身份 但在追查涉赌资金的流向时 他们却遇到了困难 这些人他们十分的狡猾 不会说直接把资金转到自己的卡里 他会通过多张卡 进行不断地洗钱 我们要在这些转账记录当中 分辨哪些是赌资 哪一些是他们个人的收益 我们要把这几部分资金 进行一定的梳理分类 从而找清楚 最后的组织者是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工作量十分的繁琐 因为这个人每天有几百上千笔转账 警方通过吴某的资金流水 梳理出了一部分参谱人员的身份信息 经过更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发现在沿线一些城市的棋牌室等场所里 也有人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赌博 因为要固定相关证据 以及确定先生的身份 我们办案民警就对于很多棋牌室 对于很多人员进行了走访 找到了很多的这个参与 这个三个妈妈俱乐部的一些赌客 进行证据的收集以及执任 通过大量的摸牌 警方锁定了一个名叫蔡某的男子 相当数量的参赌人员 都是通过蔡某的介绍 才下载了这款赌博应用 随后我们就对这个蔡某进行调查 通过这个微信 我们就锁定了这个蔡某的身份 经过我们的研判和分析以后 这个蔡某是在我们江苏省南京市 虽然蔡某身份得以确认 但是其具体住址 警方并不掌握 警方决定 以参赌人员陈某的身份 通过微信与蔡某进行沟通 后来我们以这个陈某的口气 就继续跟蔡某然后聊天 包括平常约蔡某一起 在这个俱乐部里面打麻将 慢慢地跟这个蔡某熟悉之后 我们就以陈某的口气 约这个蔡某出来吃饭 确定他的具体的住址 这些情况之后 我们在那个蔡某的家中 将这个蔡某当场招呼 你们是哪里的 南京的 那我现在去哪里呢 稍微等会儿 先让我们去证明点事情 一开始我们以为蔡某 可能就是这个 三个万俱乐部的这个组织者 但是根据对蔡某的这个审查 以及他的这个银行流水 和微信支付宝账户的分析 发现蔡某还不是这个 三个万俱乐部的组织者 蔡某交代 他在这个俱乐部里面 这是一个代理身份 负责拉客进来 每拉一名客 可能就对他一个反例 就一个奖励 通过审讯蔡某 警方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 除了会计吴某之外 还有两名会计林某和余某 在赌局开始之后 他们三人就要24小时 不间断地对参赌人员的资金 进行结算和转账 以保证赌局能够正常运转 三个会计三万岛 会计会拉一个群 把这四个人拉进来 在一个小群里边 他这每一局结束之后 他会在群里直接给他们算分 把分折合成钱 输的钱 然后就把钱转给会计 然后谁赢了钱 然后会计再把这个钱 转给这个赢的人 然后会计再其中算账 我们这边把三名会计 就吴某 林某跟余某三个人 他们的身份信息 还有一个活动轨迹 进行了一个末牌 今年这三个人 都是南京本地人 吴某他主要活动的区域 是大概四区 秦淮 鼓楼这一带 他都有活动 林某跟余某两个人 可能还相识 而且经常在一起活动 这三名会计 已经属于这个团伙的 核心成员 但还不是真正的组织者 只有找出赌局幕后的组织者 才是彻底打掉这个团伙 防止其再次死灰复燃的关键 这个组织者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就通过这个会计的身份 就关联这个组织者 我们对他的身份进行一个落地 我们就还是想着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资金流 会计到老板 这中间资金肯定是有一个过渡 过渡过去的最终的流向 肯定还是指向老板 明确了侦破方向 专案组立即开展了 有针对性的调查 可是相关资金流水的数量之大 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我们这个办案民警呢 通过繁琐的这个工作 从海量的这个数据当中呢 最终呢 梳理出了他资金的最终流向 我们发现呢 其实这个钱呢 会经过几次的转账 最终呢 流向了一个姓张的银行卡内 也就是张某 这个张某呢 就引起了我们办案民警的注意 这个名为张某的人 是被人盗用了身份信息 还是他就是真正的组织者 专案组在对其进行研判后发现 此人无固定工作 并且有多次组织参与赌博的前科 警方认为张某就是组织者的嫌疑 急剧上升 我们的办案民警发现 张某呢 有比较重大的作案嫌疑 然后我们就把资金的 重点数据对象 放在了张某的身上 我们进行了一定的查询 发现了张某呢 和一名姓许的许某 每天呢 都有挺多的转转记录 这个许某呢 此时呢 也进入了办案民警的这个视线当中 警方随即对许某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查 发现在他的名下 有一家棋牌室 开设地点就在江苏南京 目前该棋牌室处于关闭状态 因为棋牌室关闭啊 我们发现他呢 每天呢还会有一大部分资金进账 这个呢也就比较可疑 这时候基本上 我们的办案民警就能够确定了 张某和许某 就是两个最终的这个幕后操纵者 以及组织者 至此 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全部进入警方侦查视线 张某和许某为幕后组织者开设网络赌场 吴某 林某 余某担任会计负负责资金转账 在调查清楚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后 警方决定对五名嫌疑人展开收网 当时这个案件呢 专案组制定的这个抓捕计划呢 也是比较严密的 也担心在抓捕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一些遗漏 会对我们后期的取证啊 产生一些困难 因为这些人 很容易就是你 只要是一个人落网了 那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 那么其他人会惊绝 想要一网打尽 就必须兵分五路 同时展开收网 但这几个人的行踪 都飘忽不定 抓捕时机一直没有出现 因为他们平时呢 自己除了在网络上搞赌博 自己呢也会打麻将啊 也是这个生活作戏都不规律 也是属于游民 给我们的这个抓捕呢 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经过了数日的跟踪和蹲守 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 和三名会计的具体住址和行动规律 都已纳入警方掌控 可是却迟迟无法锁定 最后一名嫌疑人徐某的行踪 因为它这个车辆一直在动嘛 一直在跑 而且我们这个 其实说这个路面监控 它也是有延时的 比如说没有实施那种抓捕 会有延时 唯恐迟则生变 专案组决心以动制动 对徐某进行动态追踪 在路上实施抓捕 前期呢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对这个嫌疑人的木牌 位置基本上都确定了 抓捕的时机也成熟了 下面我们把抓捕的任务 给大家做一个分工 会长徐某三字带队 会长张某由刘大带队 另外三个会计 会计吴某 会计宁某 会计宁某 带两个人 另外呢 三字注意 就是抓捕徐某的时候 徐某有一辆保时捷车子 他在车上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易采取行动 防止他开车的时候冲装 造成危险 当时在制定这个抓捕方案的时候呢 也是分掉了五个抓捕组 在专案组的统一指挥下 多个抓捕组 进行了一个同时的抓捕 2021年5月14日 收网行动正式开始 传网呢当然可以 但是你这个那里人没有报处出名啊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开车赌场的 就这样会给你的 这张会给你的 签好字之后这张会给你 那你经败 你经败了之后 那我就过来承认 开车赌场 不不不不 承不承认 是我们做材料的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 不是承认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情况 面对找上门来的专案组民警 嫌疑人张某还试图 还试图进行狡辩 负责抓捕三名会计的三个小组 也进展顺利 找你一个指导的 找我 上海抗路公安局 男人公公室的新闻 你是他爸是吧 你是他爸是吧 找到一个很美个案子 他说是 吴大师 男人大师 这就是传案子 我的天啊 我开上赌场 这个 算你的天 我的天哪 这是啥事 好吧 跟你老公说一声 嫌疑人张某和三名会计 已经落网 可徐某却还开着车 在城里闲逛 此时 专案组心急如焚 因为再拖下去 徐某迟早会发觉 其他同伙已经失联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负责追踪的侦察员发现 徐某竟然停车了 他一直这个车辆的轨迹 一直在外面是飘着的 最后我们的汽车 是到了我们一个 叫万达 广场的停车场里面 最后我们在停车场里面 将他抓获 至此 该团伙五名主要嫌疑人 悉数落网 抓捕行动大获全胜 几名嫌疑人 纷纷交代了 自己组织并参与网络赌博的 犯罪事实 据嫌疑人交代 在最开始的时候 开棋牌室的徐某 迷上了一款手机麻将应用 并通过这种方式 参与了几次网络赌博 他很快就意识到 在手机软件上打麻将 不仅无需支付服务人员的工资 也无需缴纳场地租金费用 更重要的是 可以逃避当地警方的监管 比经营棋牌室的利润可高多了 而另一名嫌疑人张某也正有此意 两人一拍即合 可没想到 那款麻将应用没过多久 就被南京铁路警方打掉了 结念一旦生出 就再难回头 徐某和张某找到了某科技公司 投资复刻了这款手机麻将应用 并且在网络上成立了所谓的俱乐部 疯狂招揽赌客 等我们最后把他们全部抓到的时候 他的涉案资金已经达到了1300余万元 并且参与的排局数也达到了16万余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游戏已成为很多人休闲娱乐的常见方式 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赌博同样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303条规定 以盈利为目的 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 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 接受投资的属于刑法第303条规定的开设赌场 在我们这起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累计参赌人数有20人次以上 或者非法盈利所得5000元以上 或者累计赌资5万元以上 就构成开设赌场罪 目前以张某许某为首的5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已被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批准逮捕 涉及办案的参赌人员 也被警方处以行政处罚 刘 Youtube 霍迦 霍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